那针对评估的与关联方关系及交易的五大风险 我们的应对措施是什么呢 针对评估的与关联方关系及交易的相关的重大策划风险 注册或是应当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 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这个风险是五大类 第一个是操作政策经营过程的交易导致的重大策划风险 第二个是存在具有支配性影响的关联方导致的重大策划风险 第三个是管理生未能识别出或者未向注册或是披露的关联方关系 及其重大的关联交易导致的重大策划风险 也是个管理生披露关联方交易是公平交易 是可能存在的重大策划风险 以及管理生未能按照实用的财务和变质基础 对特定的关联方关系及交易 经压单的会计处理和披露导致的重大策划风险 这五种风险我们要了解它的应对措施 特别是第一个操作正常经营过程的交易导致的重大策划风险 这种应对措施在考试里面是经常考到 我们来看对于操作正常经营过程的重大关联方交易导致的重大策划风险 我们的措施是什么呢 检查相关的合同协议 以评价交易的商业理由 所以一定要检查它交易的商业理由 它是目的检查合同协议 目的是评价交易的商业理由 也就是说超过正常经营过程的重大关联方交易 我们要评价商业理由 实际上只要是超过正常经营过程的重大交易 我们都要评价它的商业理由 前面已经提到过 那我们要去检查合同协议 合同和协议 我们要评价什么呢 交易的商业理由是否表明被行单位 从事交易的目的 可能是为了对财务信息做出虚假报告 或者隐瞒 或者侵占自身的行为 所以首先要评价它的 交易的商业理由 交易的条款 是否与管理层的解释是一样的 整个我们检查协议 看以为管理层的解释是否一致的 关联方交易是否与这按照 实用的财务官编制基础 得到恰当会计处理和披露 这是我们应当评价 你要根据这个合同 你看它的会计处理 是否按照合同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你这个到底是 经营性交易呢 还是权益性交易呢 你将根据它相关的交易的合同和协议 来看呢 是否在财务网络中 是我按照了财务网络制技术呢 得到恰当的会计处理和披露 那我们看一下2021年这一道考题 ABC事务所的A注册会负责 审计加工是2020年财务网络 2020年11月 加工是将一家严重亏损的子公司 转让给观念方 将子公司转让给观念方 这是一个操作正常经营过程的 一个重大交易 是吧 这是特别风险吧 确认该处置受益是3000万元 A注册会责理对该交易 实施以下程序 检查交易的授权审批情况啊 检查相关合同 并评价交易条款 是否与管理生解释是一致的 检查该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措施里面没有 现在呢 我就要看什么 主要检查是不是他的子公司 工商登记情况 他是不是观念方 检查家公司受到股权转让款的 相关的单据 这就是呢 他是不是也要确定 他是不是观念方 评价交易的会计助理 和披露是否恰当 你看 这个是什么 他就没有评价交易的商业理由 我们对这个观念交易 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观念交易 首先评价他的商业理由 同时 这个交易 既然是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重大交易 那一定要有授权批准 我们前面在讲 企业他应该 他本身建立的 就应该建立内部控制 对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 这个重大交易 都要有授权批准 所以呢 对于观念交易 我们也要检查 对于超出正常经过程的 重大观念方交易 经管理层 治理层 或者 股东的授权批准情况 我们要去检查 可以为注册会计提供 审计证据 表明该项交易 已经在背景单位 他的内部 做到了什么 适当层面的考虑 也就是说 他有相应的内部控制 也有相应的内部控制 并且在财务外卖中得到 强当的 会计处理和披露 在财务外卖中 强当披露了交易的 条款和条件 那这里面就有一点 就我们要 在于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 这个观念交易 我们一定要看他 企业有没有建立内部控制 他是否已经得到 强当的授权和审批 即使 得到强当授权审批 并不足以就是否不存在 由于舞弊和错误 导致重大挫露风险 得出结论 我们只是说 对于 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 重大观念方交易 导致重大挫露风险 我们要去检查相关的 合同协议 评价和商业理由 第二 一定要获取什么 已经经过强当授权 批准的这个审计证据 所以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程序 就是 超中观风险 就是针对 观念交易的超中观风险 我们的应对措施 就是 两点 两点 第一 就是检查合同协议 评价商业理由 第二 获取交易已经 得到 强当授权审批的这个证据 我们 看啊 如果存在 未经授权和批准的 这对交易 且注册官司与管理层 和治理层讨讨论之后 认为 获得合理的解释 可能表明存在 2020年有这样一道题 ABC会议事务所的 A注册官司负责审计 加公司 2019年财务 财务 加公司与管理方 一公司签订协议 向其转弹一栋 帮工楼 并售后回注 这也不是一个正常的 一个交易 还有关键方 这是一个重大交易 所以呢 这是我们说的 超纵官交易的 这个重大触法风险 所以A注册人认为 交易影响重大 检查了相关的协议 评价了交易的商业理由 它的合理性 以及交易价格的公平性 向管理层询问了 合适了交易条款 询问交易条款 是否有合同协议 解释是一致的 检查了收款记录 和过户的文件 结果完毅 据此认可了 该交易的会计处理和披露 这个乔票商 它只检查了合同协议 我们说对于超纵官交易 这个重大触法风险 我们还要什么 检查它是否经过授权批准 所以呢 你还应当获取 交易已经得到 恰当授权和批准的审计证据 你看这个2020年的 这道考题 它是看超纵官交易的 应对措施的第二个方面 就是检查授权批准 2021年的考题呢 它是对超纵官 这个重大触法风险呢 我们是 看它的时候 应对措施里面的第一项 就是检查合同协议 添加商业理由 所以这一点 在我们 考试里面会经常出现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于 这个超纵官 就是这种特别风险 我们的应对措施 大家一定要把它记 我们再看 应对 第二种风险 就是存在支配性影响的 关联方导致的 重大触法风险 如果存在支配性影响的 关联方 并且因此 由于5B导致的 重大触法风险 注册国士将其评估为 特别风险 5B导致的风险 肯定是一项特别风险 除遵守于5B相关的 责任总体要求之外 注册国士还可以实施 下列审计程序 你了解观念方 与背性内外 直接和间接 建立的业务关系 确定是否有必要 实施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那么你可以询问 管理层 与治理层 并与之讨论 所有的观念方 关系及交易 我们都要与他讨论 与他讨论 这个是一种 什么样的交易 询问观念方 不仅要管理层 不仅与管理层 治理层讨讨论 还要询问观念方 要俩了解 这个交易的性质 检查与观念方 之间的重要的合同 通过互联网 和数据库 进行实当的背景调查 要做背景调查 查阅背景 实际上是保留的员工的 保留了员工的举报 这个很多观念交易 它都来源于什么 员工的举报 所以这也可能 存在支配性的影响 支配影响 它可能会出现舞弊 所以对于具有支配性的 观念方导致的重大作法风险 除了跟舞弊审计的程序之外 我们还要实施 下列审计程序 这个你要多记一下 这是我们的教材里面 新增的一个内容 应对管理者未能识别处 和未向注册关系 披露的观念方关系 或者重大的交易 导致的重大作法风险 这是没有识别处 或者未向注册 披露的观念方关系 及交易 我们在实施这个审计程序时 要向什么 银行和律师 函证 检查股东和治理审的会议纪要 以及认为其必要的 其他的记录和文件 这就是我们的应对的措施 具体来说 第一个 如果注册会认为必要 切割心 可以考虑访谈背心那位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治理层 及关键人员等 这个像他的这些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关键管理人员 这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看 那识别一些观念方 那识别观念方 必要是扩大之 其他主要股东和其他相关人员 或者通过互联网 查询 实施背景教授 这里只要说通过互联网查询实施 背景调查 就是我们的有些起啥啥软件 这样的 来看他什么 通过这个 他股东的结构图 来看他们有哪些 观念方 用于识别 与这些个人和机构有关的 观念方关系 或者受其控制的这个实体 这些程序的都是来看 有没有观念方 检查背心那位银行对账当中 疑似观念方 对大额的资金网来 所以我们像银行函子呢 或者应用数据分析工具 对交易的信息分析 以识别是否存在管理者 未向注册或者披露的 观念方关系及交易 在获得背心那位授权之后 相为背心那位提供 或税务服务 或者咨询服务的 有关的律师 及其他一些调查机构 询问器对观念方的了解 这就是什么 像其他的了解 有哪些观念方 这里更多的是来识别 管理层 未识别的观念方 或者是管理层 未向注册或者披露的 这个观念方 对于交易呢 如果识别出重大异常情况 实际认为 某些供应商 客户或者其他交易对方 是否为 背心那位观念方 存在重大疑虑 你认为他可能一些 重大的交易 通过重大交易 你可能认为他是 背心那位的观念方 那么注册或者可以考虑 针对交易的对方 实施背景调查 你看这又有实施背景调查 考虑交易对方的日常经营范围和规模 是否与相关交易是匹配的 通过这个交易的检查 那你发现呢 他们是不是观念交易 或者询问直接参与交易的基层员工 以了解相关交易的执行情况 是否与背心那位的管理层提供的信息一致 实际上基层员工 我们一般像管理层员工 串通一起了 那我们像基层员工 基层员工的反映 哎呀我们的货物都交给 一个运输公司在运输 这个运输公司的实际上是 这个总经理的一位只开的一个运输公司 他的运费又高 给他的运费高 这基层员工 他可能知道这些小秘密 他告诉你改变 你向管理层询问 他可能不告诉你这样的一种关系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询问 参与交易的这个基层员工 也可以啊 实际寒政和实际走访 询问交易对方的业务能源 你了解该交易对方 与背心那位之间的交易的这个详情 这是呢通过交易 我们来发现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存在 来识别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如果识别出可能表明 管理层以前未识别出的 或者未向注册或者披露的 关联方关系及交易的安排和信息 有这样信息的时候 注册或者应当确定相关交易的情况 是否能够证实 关联方关系及交易的存在 你只要有这样的可能存在 管理层 他没有识别出的 关联方关系及交易 或者呢 你认为可能是 管理层没向注册 或者披露的关联方关系及交易 有这样的信息的时候 我们也一定要实施 进一步绳计程序 来证实 来证实 关联方关系及交易的存在 立即将相关的信息 向项目的其他成员通报 如果有这样信息的时候 和安排有这样的信息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信息 向其他项目的成员通报 那他们也关注一下 那假如我在审计收入的时候 发现是收入 可能是跟关联方在做交易 这个以前管理层没有告诉过 给我们这个关联方 这时候呢 不仅说我知道就可以了 我一定要把这个 这个信息 向项目搜審计 其他往来的 如果是審计 往来款项的 審计资产的 審计负债的 这样的能源 什么 来通报 让他来识别这个 看有没有这个关联方关系 来确认有没有这个关联方关系 及交易的存在 有可能通过网络款项 他们也发现这个 可能有异常的担保 等等这些情况 在适用的财务和编制基础 被关联方做出规定的情况下 要求管理层识别 与新识别处的 关联方之间发生的 所有交易 如果我把这个 关联方识别出来了 我们要求管理层识别 与新识别处的 关联方之间 发生的所有交易 以便注册官方 做出进一步评价 并询问 与关联方关系 及交易的控制 为何未能识别出 或者披露 该关联方关系 继续交易 所以呢 你的内部控制 为什么没有识别出来呢 这要 也要进行 做进一步的 审计程序的 对新识别处的 关联方和重大交易 要实施 强当的实证程序 当然呢 你要求管理层 你把它识别出来 那我注册管理层 我要不要识别 刚才说是 要求管理层 识别 与新识别层的 关联方之间 发生的所有交易 那么 我注册官司 审计程序呢 也是对新识别层的 关联方 和重大交易 要实施 恰当的审计程序 同时 重新考虑 可能存在管理层 以前未识别 他未向注册 或者披露的 其他关联方 关系及重大 关联方交易的 这样一种风险 必要是 实施 最佳审计程序 特别是 他的内部风筹 为什么没有识别出来 如果是管理层 不披露 关联方关系 或交易 看似是有益的 他有可能 内部风筹 他实际上是 识别出来了 他没有告知给 注册关系 因而可能显示 可能存在 由于舞弊导致 重大错法风险 要评价这些情况 对于审计的影响 有可能 还有其他的 这个关联方关系 可能没有 向注册关系披露 我们要 获取充分的 是个审计证据 那我们看 2020年的 这一道简单题 ABC事务所 A注册会是 负责审计 夹公司 2019年财务外表 A注册会是 会计师 怀疑夹公司 2019年末 新增的大客户 物公司是 夹公司的 关联方 他怀疑 有在内的信息 他是 可能是什么 管理层 他解释 物公司是 夹公司 为开拓 某的市场 而签约的 总经销商 并非关联方 管理层呢 他没向注册会 披露这个关联方 那注册官司 采约了相关的 经销合同 向物公司 证实了 含证了 销售金额 和印售账款的余额 检查了 出库单的 无聊的单据 和签售记录 结果满意 认可了 管理层的解释 你怀疑 他是一个 夹公司的 观念方 但是呢 管理层解释 非观念方 你检查了 这些交易 这只能证明这个交易是存在的 并不能够什么 来证实 无法证实存在 观念方 关系 所以呢 还应该 就是否存在 观念方 关系 来实施进一步的 审计程序 再看应对 管理层 披露 观念交易 是公平交易时 可能存在的 重大错法风险 如果 管理层在 财务法院中 作出认定 声明 观念交易 是按照 本土于 公平交易中的 通信条款 来执行的 那注册 或者应当 就此项认定 或者充分 适当的 审计证据 你说 你是通信 按照通信 交易条款 来执行的 那我注册方式要检查 是不是按照 通信交易条款 来执行 来获取 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 如果无法 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 合理确信 管理层 关于 观念方交易 是公平交易的 披露 注册方式可以 要求管理层 撤销这个披露 如果不能 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 我可以要求管理层 来撤销这个披露 如果管理层 不同意撤销 那注册方式考虑 对审计 报告的影响 你可能 认为它什么 可能是一种挫露 因为你 或者是 这个你要发表 保留意见了 因为你无法获取 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 这相当于 审计方位受到限制 你要他 撤销这个披露 如果 他不撤销 那相当于我 没有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 证明你的这个披露 所以呢 这可能会影响 我的审计 意见 保留意见 甚至会 出现什么 无法表示意见 这就是审计方位 受到限制 再看 应对 关联交易的 第五个重大挫露风险 就是 管理者为了按照 适用的财务和编制技术 对特定的 关联关系 进行交易的 经强当的会计处理和披露 注册方式评价 错报是否重大时 考虑错报的金额和薪资 以及错报发生的特定情况 这就是呢 看这个 他的错报的影响 由于 关联方关系之间 很可能是 串通舞弊 隐瞒关联关系 或者关联交易 注册方式需要 在整个审计过程中 保持足够的职业怀疑 审政评价管理层 及关联方提供的解释 以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这些 他的解释 或者获取的审计证据 由于他是 观念方之间 与观念方之间 串通的 所以呢 这些证据 它的可靠性 我们要值得怀疑 所以要特别关注 审计过程中 取得的 或注意到的 任何存在 不一致的 相互矛盾的 这个信息和证据 必要的是 可以实施 最佳的审计程序 我们再来看看 其他相关的 审计程序 除了我们针对前面 五个风险的 应对措施之外 同时我们注册款式 应当评价 它的会计处理和披露 对财务外表 形成审计意见时 注册款式应当评价 识别处的 观念方关系 及其交易 是否已经按照 适用的财务和编制技术 已经得到 恰当会计处理和披露 这是我们的 这个 审计的目标 是吗 观念方关系 及交易 是否导致财务外表 未实现供应反应 这是我们的 这个 对财务外表的披露 会计处理和披露 我们审计的一个要求 注册款式评价 背景单位 对观念方关系 及交易的披露 需要考虑背景单位 是否已对观念方关系 及交易进行了 恰当的汇总和列报 此 以使披露 具有可理解性 表明披露 不具有 可理解性的情形 有哪一些 这是我们要记住的 这次教材 今年呢 他特别提到的 当存在下列情形 之一时 表明管理层对 观念方交易的披露 可能不具有可理解性 这是要记住的 可能在选择题里面 会出现 观念方交易的 商业理由 以及交易对 财务外表影响 披露 不清晰 或存在错报 这就可能 不可理解 为适当披露 为理解 观念方交易 必要的一些 关键条款 条件和其他 要素 我们前面讲 你只披露价格 有些关键性 条款和条件 跟其他的 非观念方 他不一样 你没有披露 这也是 使这个披露呢 不具有可理解性 另外我们 针对 观念方关系 要获取 相应的书面声明 如果适用了 财务外编制 基础 对观念方 做出规定 注册过程师 应向管理层 和治理层 获取以下 书面声明 这就是在 基本声明里面 我们要求 管理层 治理层 要声明 第一 已经向注册过程师 披露了全部的 已知的 观念方的名称 和特征 观念方关系 及其交易 这是不是我们 前面向管理层 治理层询问的 内容啊 观念方的名称 和特征 当然呢 还有呢 具体的点说就是 以及 与上期的 观念方的这个变化 然后呢 观念方 关系的 啊 及其性质 以及呢 是否发生交易 这就是呢 已经向注册过程师 全部披露了 这样还做一个声明 第二呢 要让声明已经按照 实用的财务 编制基础的规定 对观念方关系 及交易 进行了恰当的 会计处理 这是一个基本声明 那么 还可能做 特殊的声明 注册过程师 还可能决定 就管理层做出的 某项特殊的论定 获取 书面声明 如管理层的 特殊 观念交易 不涉及 某些位于 披露的 背后的协议 我们要 做一个 特殊的声明 和特别的声明 这也是可以的 有关 与 自理层 沟通的要求 除非 自理层 全部参与 被管理 被刑当位 注册官员 应当向 自理层 沟通 审计过程中 发现的 与管理方 相关的一些 重大事项 与管理方 与自理层 沟通的 都是重大事项 有哪些事项呢 管理层 有意或者无意 未向注册 披露的 关键方关系 及些重大的 观念交易 比如你管理层 你可能 故意隐瞒了 你可能是 没有向注册 披露 关键方关系 即是重大交易 这个我们要有什么 与自理层沟通 识别出 未经实当 授权批准的 可能产生 舞弊嫌疑的 重大观念方 交易 只有舞弊的嫌疑 本身就应该 向自理层沟通了 注册官员 与管理层 在披露 重大观念方 交易方面 存在意见分歧 这就是 你与管理层之间 有重大分歧 这可能就是 有错报的地方 违反适用的 法律法规 有关禁止和限制 特定类型的 观念方 交易的规定 这可能有 违反法规行为 是不是也应当 与自理层沟通呢 在识别规则单位 最终控制方式 遇到了困难 在审计中 遇到的重大困难 就相当于 审计方位受到限制 这是不是也应当 与自理层沟通呢 这在我们与自理层沟通的时候呢 这些都是应当 与自理层沟通的 只不过 针对观念 关系呢 我们具体的 列示了这五种情况 我们看 2020年就有这一道考题 ABC事故所的 A注册会计师 负责审计加工资 2019年财务外 因会计人员疏 加工资将于 观念方 丙公司的交易 误披露为 与观念方 丁公司的交易 A注册会计 要求管理层 做出调整 并检测了 其他 观念交易 披露的 是否存在 类似的情况 结果满意 因而 未与自理层沟通 该事项 它是一种 疏忽 不是一种舞弊 不是管理层 故意的舞弊 所以这个 不构成重大事项 不需要与自理层沟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启露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